台股今天在晶圓雙雄早盤走勢疲落之下 指數一度回測一萬五千九百八十三點 失手萬六 不過在台積電漸縫低買盤沉接 加上聯電也翻紅 在晶圓雙雄回省 指數開始往上拉伸 中場指數上漲了一百一十八點 就在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九點 成交量是三千三百二十二億元